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都会认认真读很多遍 会跟住他的文字一起哭 一起笑 再仔细理解当中的深意 这十年来 或许成一的性格改变了 脾气改变了 气质改变了 可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角色的认真 他从未辜负任何角色 每一次的出境必然是全力以赴 他用自己的方式 标刻住属于自己的浪漫 不同于网络上各种抹黑和谩骂 他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简单的一日三餐 充实的生活住 他把所有的复杂情绪都留给作品和角色 而一次次的角色演绎 也都是他对自我的解构与重塑 这或许也是他的聚精的起观众反复观摩的原因 看到他说 很感谢当年那个鼓励自己当演员的朋友 如果没有他 或许自己也不会踏上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更不会有现在的演员诚意了 当他说起人生很多至关重要的开关其实都握在别人的手中时 我一时间思绪分杂 是啊 人生这场大戏里 或许在我们不经意间 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默默来到了自己面前 选择不同 以后的路也会不同 只有保持足够的谦逊 才能在与小朋友的对手戏里也能找到值得自己学习的点吧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其实分享欲才是表达你最美好的方式吧 他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扉 愿意把自己的点点滴滴分享给最爱的果果们 而果果们接收到了 这才是彼此之间最美好的双向奔赴吧 脱离了明星的光环 他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哥哥 他会因为没来得及去看莲花楼模型而悄悄遗憾了很久 也会因为后来想通了而觉得温满和幸福偷像 突然就想到了 很早时候 他在被问及红语不红心态时 他的回答清醒又透彻 流量都是暂时的 角色留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现在的我仍然和十多年前的我一样 像踏实的尽到表演的本分 无论什么角色我都会竭尽全力去演好 是啊 时间会改变很多 流量永远都是暂时的 只有成功的角色才能够被岁月所记住 岁月同样也会改变很多事物 可他的那份坚韧和不服输却从未被岁月所磨去 因为同事关系被网爆时 他不曾低头 被黑粉攻击时 他不曾放弃 在获得各种荣耀时 他更不曾骄傲 在一些人还在拼命证明莲花楼没有爆火时 他早已放下此刻的荣耀 扬帆起航 重新开始 拥抱下一个角色 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格局吧 你的格局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有那么一刻 我也曾问过自己 他真的没有委屈过吗 生日会时 明明泪流满面 却还倔强地说自己没有哭时 直播时 更业地说 请大家不要太过担心 我一定会用作品回馈给大家的 那一刻 我读懂了这个男人所有的委屈和心酸 莲花楼 对他有不一样的意义 不只是转折 更是一场治愈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心路是不受限制的 证明了自己抗拒能力很强 也通过李莲花这个角色人物的性格 重新思考了执着 努力遗憾和放下 成长了 也升华了 莲花楼之后的诚意 明显的松弛了很多 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很多果果都在说 琪琪真的很会选歌 不论是天涯 天下 转弯还是人逍遥都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般 其实不是为她量身打造 而是她在琢磨角色的时候 慢慢让自己有了如侠的影子 慢慢让自己成为了如侠 诚如你所说 演员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不断地学习 才能为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而我们也希望你 能在自己的热爱里 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藉由你自己对傅云生的祝愿 风是自由的 以后的你也是 这句话同样送给果果们的哥哥 不论未来的路有多难 果果陪你一起走 天大地大 任你翱翔 希望我们最爱的哥哥 所求皆所愿 所心化坦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